歡迎光臨 女王大人 歡迎光臨 今天晚上邀請到了五位呢 這把聲音運用自如 讓角色活靈活靜的配音員 或許你對他們的臉很陌生 但他們的聲音 早就出現在你的生命當中 歡迎他們出場 歡迎陳美珍 美珍姐 歡迎美珍姐 歡迎詹亞津 歡迎亞津姐 歡迎汪世偉 世偉姐好 歡迎林美秀 美秀姐來了 再來歡迎屈哥 屈哥好 歡迎 他們每一個人都有非常多的 豐富經驗 那美珍姐也就是以前就好 三十七年 三七 我本來只想寫十七年 現場唯一比我大的 年紀比我大的應該就他 對 學弟 對吧 世青學姊 對 你或許不知道他們是誰 但那聲音出出來 你們會嚇死你 段水流大師兄的聲音聽一下 一個經典台詞 不...不要誤會 我不是針對你 我是說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好想被罵囉嗦 這斯文敗類的聲音耶 他斯文敗類 斯文敗類的聲音 然後武功高強的斯文敗類 對 段水流大師兄 你這個看 你配過幾個男主角 多精采 劉彭博就配了七部 李彥傑配了五部 張國龍都配了四部 金枝玉葉二 梁朝偉都配了三部 哪三部 梁朝偉應該是四部啦 梁朝偉有... 梁朝偉是 等著你回來 流氓醫生 王牌神棍 還有一個 阿姬與阿飛啦 對 這麼多的男主角 他們的聲音 這樣好不好 差異在哪裡 真的嗎 都是居哥本人的聲音 我在配音圈裡 應該算是那種 我的聲音的那個 可辨的範圍比較小 可是辨識度很高耶 但是差不多都是那種 小聲的聲音而已 你們通常都是一個人 面對自己的角色的人 有沒有可能一個配音間裡面 兩三個人同時在那邊 對 有嗎 你說一個人 錄很多個角色嗎 沒有 同時就幾個人 都在錄音配音間裡面 早期是全部的人一起錄 全部人一起啊 可是因為全部人一起啊 沒有 就好多個麥啊 除非特殊賞 各有各的 就像我們這樣子這樣 各有各的麥這樣 然後到你的時候 你就是要 如果麥不夠的話 就站在後排 到你的時候 你就搶到前面 要臭麥這樣子 然後講完趕快 退到後面這樣 牌子少的人 就觀望就對了 對 輪到他 怎麼樣 沒錯 就是這樣 這類的 走配雜音的那種 對 雜音的時候 我們還會在裡面走來走去 而且我們還要 因為要不然聽起來 雜音會太固定了 所以我們會在裡面 走來走去 你會怎麼樣 太陽好大 是什麼 對 你這樣走來走去 好有趣喔 不是 聲音的比較方向 是同一個方向來的 對 他要戳落的 從這邊來 對 誰啊 你什麼了不起 老闆這邊來 那你說啊 你說啊 對 就是這個概念 喊話 那種 麥克風會有方向 麥克風就是固定 不是因為在那邊收音 所以他固定會有直聲音 麥克風它會有一個範圍 它有指向性 指向的 指向是 美秀姐 經典的配音角色 他也配了二十四年 哈姆太郎 哈姆太郎本人 是 哈姆太郎 先講他特色是什麼 這個角色 一隻小松鼠 很可愛 他會說 耶 我今天要來參加 女王大人的節目 我好開心喔 不行... 那我要把我的毛整理得 乾淨一點 來參加這個節目喔 我好喜歡主持人喔 好厲害喔 這聲音好豐富喔 對啊 寶娃烏龍派出所 那個秋本栗子 比較胸部很大的女警 身材惹火 對... 聽一下秋本栗子的聲音 就這樣 你剛剛在幹什麼 我要表演 不要這樣 我們這邊要工作 我們討好工作 我要準備表演 然後媽媽就 你怎麼轉過去了 我們要聽啊 對 我用聽的啊 我就看你這樣閉起來 所以我大概 我大概坐過去聽 OK... 阿良 你怎麼老是這個樣子啊 好好聽喔 因為你們配這個卡通啊 動漫啊這些 本來情緒的起伏的線條 比較厲害一點 是...老師說必須這樣子 對啊 動漫都是這樣子啊 但你以前有配料理鼠王啊 料理鼠王 料理鼠王 我的第一個是 變身國王 是... 你怎麼了 沒有 我覺得很好玩啊 經典的配音角色 汪汪 汪世衛 配了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前 妳是做什麼 有做過別的工作嗎 我剛畢業 然後在貿易公司上班 做一個助理 很妙了 然後就在華視的對面 我就去抱了華視訓練班 然後就成為配音員 以前華視是不是有配音班啊 對啊 但其實他們兩個 也都是華視的 都是嗎 也對 同門喔 是同學 對 同門 同學啊 配音班的同學 好妙喔 這是妳比較經典的配音角色 神奇寶貝的 小智跟喵喵這兩個角色 妳一個配兩個 我們一個人都不只配兩個 整個神奇寶貝的那個 卡通開始的時候 只有五個配音員 裡面所有的人跟動物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錄的 所以我們一邊要那個 皮卡通 蘇恩福特 一邊要 卡卡雞 卡雞 不激不激 妳弄各種奇怪的寶貝的聲音 就是我派出一個寶貝跟她的 跟她派出一個寶貝對戰 然後她的寶貝是我 我的寶貝是她 後悔對方 幫對方弄 對 所以我們自己打 我打她 她打我 了解 神奇寶貝 舞上 對 準備對話開始 類似的 好討厭的感覺 喵喵喵妳在做什麼 動作快一點好不好 我知道 當然妳不要再說了 我的天啊 喵喵 妳到底在搞什麼 好討厭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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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很可愛耶 很厲害耶 這個對話很厲害耶 對啊 而且其實娃娃姐一開始 她聲音一平常講話的時候 就有小智的聲音了 皮卡通 蘇恩福特 就這樣 其實妳這扮小年生的聲音 也很像 超像的 就我們本來講話 老太太也很厲害 老太太也可以是不是 對 韓劇裡面的老太太啊 韓劇裡面的老太太 就我一天都晚上在罵媳婦 一大早起來 不洗衣服 不煮飯 你在這裡幹什麼 好厲害喔 昨天晚上在房間裡面幹什麼 到現在喊不起來 天才好刻薄喔 請問 我的人生一定有 我的人生一定隱藏了某種性格 我自己沒有開發出來這樣 透著戲劇 對 透過配音什麼都出來了 珍珠美人魚 妳配的應該是男人的角色吧 是 因為妳的聲音可能比較 中低音比較漂亮 對 我是男主角 那莎羅呢 莎羅就是一個正常的女生 就是一個很溫柔的女生 在那個珍珠美人裡面 會變身的 她突然間 我好受不了的 妳不要這樣 剛才才演 剛才才演一個惡媳婦 惡婆婆 對 對不對 惡婆婆 然後雖然變這樣子 小小小小鳥一點好妙喔 因為汪姐聲音聽起來很實 所以就會很適合配一些 比較陽剛的角色 她重低音很漂亮 那美甄姐聲音特別清亮 妳的老太婆 是另外一種對不對 其實我們配韓劇 每個人都配過很多不同個性的 老太婆 有那種被欺負很溫和 被惡媳婦欺負的 很苦命的老太婆 很苦命的 也有那種很兇惡的 通常兇惡的就是汪汪 那兇惡的就是像我這種 我們依照個性來分配 我們也有很溫柔 來 兇惡的婆婆 跟被欺負的媳婦 兩個對話一下 來 準備 然後預備 來 妳到底怎麼教妳女兒的 媽 我已經盡力了 妳們不要這樣逼我好嗎 妳不要再歸城 妳盡力盡什麼力啦 媽 我會改的 好嗎 再給我一次結婚 妳不是婆婆嗎 我不是婆婆 我是妳的媳婦 妳不是要這樣 不是 我是被欺負的媳婦 太酷了 請問一下這個媳婦在兇的嗎 妳不是婆婆嗎 所以我 她是惡婆婆 我以為 我現在跟親家庭講話 沒有 剛剛說她是媳婦 我是媳婦 妳是惡婆婆 在欺負善良的媳婦 二十四年的詹雅經 魯夫跟喬八都是妳配的喔 對 太厲害了 我是蒙奇迪魯夫 我是想成為海賊王的男人 可以 這場一陣幾乎耶 陳禪哥講得實在太帥了 可是妳再怎麼帥 我也不會誇獎妳的啦 妳的音質差別好大喔 對 我是比較 妳可以很欠揍 妳可以很欠揍 又可以很欠揍 我覺得滿好的 對 妳們這個聲音要去 需要進修嗎 我是喜歡 模仿 然後偷聽別人講話 學別人講話的方式 比如說妳曾經模仿過誰 我曾經 我最記得我有一次 去清新福全買 去茶 手搖店買茶 那個店員就說 小姐妳要喝什麼 我就會說 我要清茶無糖去冰 清小冰不佳 然後我就把他講話的方式 學起來 但我配音的時候就可以用 我就很喜歡用這種方式 去模仿別人講話 它變成妳的一個資料庫 對 好了 最後一位美貞姐 來 三十七年配音之歷 要妳回想這三十四年 妳最難忘的是什麼 因為很多就是 喜歡配音的人 知道我們配過角色的人 都會要求我們很多 比方說生日的祝福 我朋友過生日 可不可以用哆啦A夢的聲音 幫他祝福一段 或者是 有些人要祝福 哆啦A夢當初妳來爭取的時候 因為他算是也滿配的 滿經典的 三十年了 配三十年 當初在三十年前 有沒有很多人 在奧秀這個角色 其實沒有耶 在那個年代 是由領班來決定 配音圈他選誰 來配這個角色 而沒有經過試音什麼 都沒有 沒有徵選了是不是 沒有 沒有 所以當初我配過 哆啦A夢 我也配過大雄 就是不同的 大雄 就是不同公司錄的版本 像華視 就播了這麼久的時間 都是播我所錄的版本 那我們看那個 也是領配的嗎 對 電影版也是 每年都有一到兩部 然後每一年都有五十二集 新的卡通在錄音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到 用哆啦A夢講話來 今天大雄想跟我來 可是他考零分了 所以我就帶了淨香來這裡 看澄澄哥哥跟巴鈺姐姐 淨香在我對面 你是淨香喔 你講話他講了你就這樣 哆啦A夢 大雄 大雄他又不考試 不是 他考試又0分了 這下我跟妳說一個秘密喔 其實妳才是我心目中的 女王大人 謝謝哆啦A夢 超激體疙瘩耶 妳不要自己就停下來了 導演沒說停 妳叫演員要一直往下演 我只能看稿子 沒有稿子 我真的是 妳看美貞姐即興得多好 很厲害 還要把節目名稱灌進去 對啊 多好 美貞姐妳三十七年前 是怎麼投入 就是因為妳是世心畢業的關係嗎 因為我從小不說話 就是我是一個很內向 有點自閉的小孩 就是家裡有客人來 我就立刻鑽到那個床底下 不出來的 所以後來到了國中畢業 要選學校的時候 我媽媽就希望我可以去一個 可以讓我說話的學校 所以我就念了世心 對 廣電嗎 廣電科 那成績還不錯 算是不錯 我覺得很棒了 對啊 所以藉由佩穎 妳覺得妳的那個害羞個性 可以得到一個管道書發出來 有 我覺得把以前 大概二十年沒有說的話 我在這剩下的幾十年 拚命地說 請問如果邀請你們去演戲的話 也是OK的嗎 我覺得演戲好難喔 因為我們在錄音室 我們只需要我們把時間 聲音盡量詮釋到 可是在舞台下 我們的手腳 會不知道放在哪裡 沒錯 演戲完全不同的領域 而且我們 記不住台詞 記不住 記不太依賴稿子了 對 沒有稿子就沒有腦子 你們的專長就是 照本宣傳 沒有稿子就沒有腦子 通常是這樣子看著稿子 然後眼睛是這樣子盯著螢幕 這樣子看 這樣子配音 就是上下這樣子跳 對 所以要極限發揮 就比較難對我們來說 好 我們來進行第二個環節 來 配音生涯中 在我腦海烙印下的 永生難忘 就是我莫名其妙成為 很多少女的初戀 怎麼說 因為我錄了 珍珠美人魚的海斗 糖本海斗 對 那是一個那個 國中女生會變身成 美人魚的故事 然後就很多 所有小女生都喜歡看 會變身的卡通 所以呢 所有小女生都喜歡 那個卡通的男主角 然後 妳有因為在辦見面會嗎 有 有 就五月中的時候 真的假的啊 對 同樂會 就是他們辦了一個歌 這叫什麼 就見面會 K歌同樂會 是那個珍珠美人魚的 周邊商品代理商 在台灣辦的 他們美中南京辦了 不知道多少場了 然後這些coaster 就會打扮成 他們喜歡的角色的樣子 那妳在現場 要用海斗的聲音 跟他們說話 我上台只要用海斗的聲音 他們就 這樣子 那我用本人的聲音 他們就還好 你不用打扮成海斗的樣子嗎 都不用 海斗他就穿學生制服而已 甚至有一個媽媽 帶著女兒來找我照相 那個媽媽很興奮衝過來 然後說 我要給妳照相 然後就跟他女兒說 快點 快點幫我照 他就站在我旁邊 想鳥一人的跟我照相 對 我是他媽媽 我可能是媽媽 小時候的偶像 好奇妙的感覺喔 好奇妙喔 因為聲音變成別人的一種 一種愛戀 而且因為我對妳的角色 幾乎都是男生 所以就 妳的聲音也事實上 是那個低頻比較漂亮 沒有 我也有很漂亮的女生啊 我很適合錄性感的女人 對 是一種比較偶媚的 妳這個聲音就是一個 有歷練的 對 歷經蒼蒼蒼的 對 並沒有 歷經蒼蒼蒼不一定 但這個人有故事 對 不單純 有意思 來 美秀姐 陳誠哥 我是 知心好友 共患難 對 最難忘 因為我剛剛開始 對 跟亞晶一起在學習 跟班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是 我騎著摩托車載著她 從早上九點半開始 進錄音室 然後趕班 然後到各個地方 一直到凌晨 就是每天都跟她一起 然後在錄音室學習 我還記得有一次 下大雨 我們兩個 就在風雨中 然後她還跟我說 美秀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我們兩個 美秀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不會忘記 不會忘記 你忘記帶雨傘 我忘記雨傘 你剛剛擦的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以後下雨天 不要坐摩托車 那就是有一種就是 還在當新人的時候 共患難的感覺 而且那個時候 我們一起錄的第一部動畫 小天使 那個時候我還記得 小天使 就是阿爾卑斯山上的小蓮 小蓮喔 我們兩個的第一部動畫 我就是小蓮 她就是小芬 然後那個台詞就超多 我們就很緊張嘛 所以就會到錄音室 學就是練習 我們先看 然後那個時候有一個學姐很兇 就踹了門進來 是誰 不能說 不過她已經不在了 不是 她已經不在培音群了 她不在培音群 培音群的學長 學姐字也很重嗎 當然啦 演藝以前 以前每個行業都是這樣 都是 師徒制的 在傳承上面 看得比較清楚 總之她就踹了門進來 就是質問了我們一些問題 然後我回答不出來 我就哭了 可是因為有她在我身邊 她很勇敢的 就是回答學姐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妳應該是一種俠女個性吧 是 俠女個性 有啦 她看起來就是生意磨人 對 會不會這樣故意呢 對不對 拔刀相同 對 拔刀相助的 沒錯 所以就是我最難忘的事情 最難忘就這麼一個人 其他的難忘就 都配音的 配音的甘苦 沒有難忘的部分 對不對 配音大部分是很枯燥的其實 枯燥 不會啊 我都覺得很快樂 很好玩啊 難怪妳這麼久了 而且真的很快樂 因為我 情定大飯店 我是配妳的妹妹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 是都坐在妳旁邊 跟妳一起對戲 對 妳們有一起啊 有 那一出亞金也有啊 亞金也有配啊 那時候 他們都剛開始的時候 對不對 差不多 妳們那種朝夕相處在那 不會日久生情或什麼 配音很難吧 有 可是我很好奇耶 像妳的聲音 還有妳配的角色 都是比較 比如說可能比較 柔弱 或者是比較 對 第一個被聲音導演選的 都會是這個角色 妳有因為這樣子被騷擾過嗎 可能有的時候 都有一些前輩 都已經把妳的手抓起來說 妳好可愛喔 或者是 我有碰過一個前輩 有拍我屁股 是誰 可是那個時候 我們 好 還在線上嗎 他是老闆 曲中恆挑戰情慾片 合作對象盡是他 情慾片 情慾片 他們都嗯啊啊的嗎 情慾片還是有劇情的 有台詞也有劇情 會不會曾經讓你們難為情過呢 就是跟 他媽媽怎麼突然 我看他啊 然後他就 我有碰過一個 前輩有拍我屁股 可是那個時候 我們 好 還在線上嗎 他是老闆 那個 我覺得我應該知道 是誰 你怎麼什麼都知道啊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也不好 我穿的是那個 運動服的褲子 所以可能屁股 他跟我說 對 真的喔 不行 不行 不可以怪到自己身上 我那時候也覺得 因為 他當著所有人的面前拍 說怎麼 美秀屁股好翹喔 這就是性騷擾了 我就大聲的喊出來說 你拍好屁股 這樣子 對 對 我就是要說 我看到他拍另外一個人 我不確定是不是同一個人 但我看過一個 錄音室的老闆 拍一個女生 年輕女生的屁股 然後那女生馬上就 什麼什麼歌 還有什麼什麼歌 然後那個老闆馬上就 呆掉 從此以後 他再也沒有碰過那個女生 就是要這樣子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全天下女生都應該學起來 真的 你不用表現得很生氣 你只要表現得很驚慌 很大聲 讓所有人都聽到 可是 讓他成為焦點 我記得當時 因為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這場很多人在 那大家也都覺得說 對啊 美秀屁股真的好翹喔 就是 那個氣氛 他就不是私底下就這樣 就獨處了 然後這樣 你屁股好翹 不行 是獨處的那種嗎 越過道德邊界 什麼意思 你配音不是因為那個 王睿睿哥的 的爸爸還是媽媽 然後後來你就一直 常常去那邊配 對啊 就是我們 我們在配我們自己 我們常常去演A片 是那些A片 什麼他也一起配嗎 情慾片 對 從此我本來很欣賞你的 你怎麼會配這種 怎麼配情慾片 對不對 情慾片它沒台詞啊不是嗎 他們都N啊 是嗎 情慾片還是有劇情的 有台詞也有劇情 對 所以在座的各位 你們都配過啊 配過情慾片的舉手 因為超過 超過二十年以上 孤立的人應該都配過 超過二十年都配過 為什麼 因為早期很多啊 非常多 還有分海外版跟海內版 在現場才知道 原來要配這個就配了 你們不會事先拿到腳本 就是人到了之後才拿到 從來不會 有保密協定 所以不會事先知道 他的台詞 會不會曾經 讓你們難為情過呢 要放空 要不然會想笑 靈魂要抽離一下 不想笑 他很肉欲的 你怎麼笑得出來啊 你看著隔壁的人 就笑得出來了 譬如我看著他我就 對不對 我就是因為看了那個嘛 就是跟王瑞他媽媽一起配 對嘛 他媽媽怎麼突然叫起來 我就 我都忍不住看他 要看他啊 然後他就 我就被罵 對啊 沒有過這種經驗嘛 太酷了 太酷了 他會笑場的 會 像我剛踏進這個圈子的時候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片子 而且是海外版的 赤裸裸 我那時候才 我沒有馬的 十九歲 二十歲 我在現場 我看到我就哭了 然後那個聲音 我不曉得該怎麼辦 妳哭了 對 然後聲音導演就跟我說 那妳就裝肚子痛 因為肚子痛就會發出一些氣聲嘛 結果我就真的想像我肚子痛的 他說 不行 真的很像肚子痛 妳要發出 不同於那樣的氣聲 妳太像肚子痛 對 他說要真的 那種感覺才行 碰腫的 對 對 那我們就真的不會 妳現在 其實現在的妳會了嘛 對不對 不會 學姐 等一下啦 雖然年紀大一點還是 還有這種要求的嗎 等一下啦 學弟 我們在這種公開場合 還是要稍微保守一點 對啊 妳莫名其妙叫人家 要幹什麼 好想 好想聽喔 我也是沒有任何經驗 就被叫去錄了 而且是不是女生是 通常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去了錄音室才知道 對 都是到尾才知道 是錄什麼 對啊 我們男生都知道 然後女班就會說 你上去 那個女生你就把它錄掉 後來我只負責台詞 所以我氣聲就是 資深的配音員幫我出的 台詞有什麼學問呢 台詞 它是有劇情的 它一個多小時它有故事 還沒有一一有二的時候 還是要講點話 只是精華片段 但是那種片 那種片很多也都不被台詞 他們從頭到尾都講 隨便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六五四三二七 你們都劇中人啊 裡面的角色 然後我們就要想辦法 把他劇本上寫的詞 塞到他那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的嘴裡面 男生通常是有對白嘛 有對白 但是等到開始的時候 做那檔事的時候 男生就沒有聲音了 女生就累一聲 男生只要在旁邊 就好 女生在那邊 一直叫這樣 而且後來錄到會有點缺氧 因為要過度換氣 一直在喘氣 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錄到 請陸醫師拿個氧氣筒進來好嗎 真的會缺氧啊 我第一次錄的時候 因為我第一次 然後我那時候才二十一歲 我也沒交過男朋友 就是跟OA 然後那個領班就在旁邊 然後他就一直說 然後我就 我就這樣一直出一直出 到後來就開始從頭皮 一直麻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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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到腳底 然後我在那邊一直甩手 因為手都麻掉了 為什麼 缺氧 缺氧 因為我一點都不喘 可是我要很喘 一片黑的感覺 因為都有這種感受 為什麼不保持呼吸呢 因為你要一直對到嘴 因為他那個角色 他有嘴型嘛 也會有吸跟吐 你要跟著他一直做 你想像你在跑步的時候 呼吸的速度 可是我們坐在這邊沒事 我們要那麼快地呼吸 強迫身體硬做出那個 對 所以我根本跟不上 我的身體根本跟不上 動作都會有停頓 或者是要換姿勢什麼 都會減掉 都會減掉 他很緊湊的 他要看起來很緊湊 不是很緊湊 聽說都減掉了 很厲害啊 魯夫誕生不容易 配音配到大吐血 那時候 我才剛進這個圈子 大概幾年吧 所以我就不敢隨便請假 我只要挺直 我就開始呕血 所以我後來開刀好了 第一次開口喊 我們衝啊 又吐血了 沒有 我們衝啊 又吐血了 評論會減掉 他很緊湊的 他要看起來很緊湊 評論都減掉了 很厲害啊 要看起來很厲害啊 要看起來很厲害 所以他都減掉 你已經是評論家了 不是 我還有遇過一個前輩 一個女生的前輩 她配到後來說 不行嗎 我好渴喔 讓我喝一口水 不要接 我要進入角色了 對 她完全進入角色了 我在旁邊目瞪口呆 可以自然成這樣 我一定要好好學起來 所以妳說 為什麼不看 對不對 朋友的媽媽 太精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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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 完成病童的心願 對 因為難忘的是 很多都是很開心的 所以我就選這一件 比較感動的 因為我幫三個小朋友 完成心願 他們都是癌症末期的小朋友 那他們的最後的心願 就是希望可以 所以前面兩個小朋友 都是錄了一篇 鼓勵她的話 比方說 月月 妳一定要加油 妳會好起來的 我就會錄一封信 來鼓勵她 那第三個小朋友 她那一天 會辦一個見面會 會有哆啦A夢的人型 那個 等比例的原型步 公仔 對 公仔 對 現場跟她互動 然後也辦了一個 她的生日會 OK 然後我就跟主辦單位說 我那天我可以到現場嗎 我不要只錄信 我想跟她互動 然後那個小朋友 是坐著輪椅被推進來 對 然後推進來之後 她就是 很雀生生的 看著現場的每一堆 大概幾歲 七八歲 是我兒子的年紀 才七八歲就癌症了 對 坐著輪椅 然後進來之後 那看到 哆啦A夢的人偶 她就很開心 然後我就隨著 那個人偶的動作 再幫她現場配音 我就說 我可以跟你猜拳嗎 然後她就 所以人偶在裡面聽聲音做動作 對 因為我覺得這筆是 唸一封信要有意義 有意思 對 然後因為她就跟她猜拳 因為 哆啦A夢她沒有手指 對 所以她就一定贏 她就很開心 她就那天笑得很開心 然後拿到了很多禮物 後來結束之後 她爸爸媽媽就握著我的手 流了眼淚跟我說 她的兒子好久沒有笑了 我就說現場 我真的聽了好感動 我覺得做這份配音工作 有這樣的國家價值 有洋蔥 有洋蔥 我就真的覺得好感動 然後其他很多歡樂的事情 都比不過這件事情 讓我這麼難忘 對 好有意義喔 難忘 對 美甄姐自己也有粉絲同樂會的 因為我有一年在大陸工作 時間比較長 然後大陸的粉絲還有公司 他們就幫我辦了一個直播 可是直播通常都是分享 我們配音的一些經歷 或是一些有趣的事 那那一次我們就是這個 現場做銅鑼燒 因為很多粉絲都說 朵仔莫最愛吃銅鑼燒 你要不要做銅鑼燒給我們吃 所以現場就佈置成 一個小小的廚房 好可愛的 對 然後旁邊是錄音室 然後現場做 粉絲就會直播 就一直給我們回應說 我可以宅配嗎 可以吃吃看嗎 可是 那個是妳啊 對 然後後來直播結束之後 我們就到一個巴通關的景點 去看一些各國的建築物 然後這時候對面就有一個人走過來 他就直接拿一朵花說 美甄老師生日快樂 我嚇一跳 後來才知道 其實是粉絲們安排的 後來就不管從對面走過來 或是從馬路對面穿越過來 每一個人都送我一朵花 都說美甄老師生日快樂 所以我後來那個花已經 把包包全部都裝不下了 好特別喔 然後碰到一群大學生 他們知道我生日之後 他們就把身上所有 哆啦A Mo的扇子啊 鑰匙圈啊 身上有的相關的 全部都送給我了 好特別喔 沒願意送他青島啤酒給妳 有 拿一個塑膠袋 有吧 塑膠袋 對 塑膠袋 好 哥 我這邊做美食節目就是拎著 直接打酒 對 還是塑膠袋拎著 你就要拎著 然後呢 你只要放在 回家吃飯的時候呢 牆上有個勾勾 有個鐵釘 你就掛鐵釘下面 然後下面燒 然後上面燒一個洞 你知道 拎著一個腳這樣子 杯子去接 就可以倒一杯 倒一杯這樣子 好特別喔 那個是限釀最好喝的青島啤酒 很好耶 對 咳血追夢 就那是洗摩車那一次是不是 不是 咳血 就是我咳了大概 就斷斷續續咳 我咳了兩年 這兩年中我還是 是一直在工作 什麼病啊 因為我就是先天性 右下肺炎發育不良 因為我是早產 早產兒 那就是早產兒 右下肺炎很容易 還沒發育完全 對 沒有發育完全 那我就沒有發育完全 然後 其實小時候身體就不太好 但是一直到 二十八歲那一年吧 就是我就突然一直咳嗽 那時候美甄姐還有跟我一起 有 我醫生說你怎麼身體 他說你怎麼咳成這樣子 那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的韓劇都是很長的級數 所以我當下的感覺就是 我要完成我的工作 那我去檢查的時候 醫生就有照了片子 他說 他當時的判斷是肺炎有一些 濃包 然後因為發炎 所以一直咳嗽 然後咳嗽以後 你的氣管就會受傷 磨損 你就 然後就會咳血 那我當下因為就是很害怕 我又不敢去 因為肺炎嘛 一方面是很害怕啦 然後一方面是因為那時候 我才剛進這個圈子 大概幾年吧 然後算是比較穩定 就是比較穩定 開始有比較多的按量 所以我就不敢隨便請假 對 然後我就跟 我大概這樣子就是 硬撐了兩年 有的時候那個 那個一點點的 那個血殼出來了 就會暫時不渴 然後那段戲可以錄完 微血管破裂大概是 對 微血管破裂 可是你後來怎麼好的 我後來呢 這個就是呢 對面這位汪世維小姐 就我有一次得了一個 他得了一個重感冒 在他的班 然後呢 我那天發燒 燒到三十九 三十九點五度 他就說 汪 你回家去休息 我就回家休息 隔天我就聽說他感冒了 對 然後 然後我就嚴重到要去開刀 把內液肺割掉 不是 因為我發燒 不是 是因為我發燒了 然後因為我的右下肺葉 不是本來就受傷了嗎 那因為那一次他就感染了 感染了以後他就一直积水 积水到 我只要 我只要挺直 我就開始呕血 太厲害了 配音即興大考驗 曲中恆甘拜下風 好難喔 揭發 是古英雄誰武使 孰能大便不用指 這什麼啊 這好難喔 揭發貴婦順口六 有耶 有貴婦感耶 有耶 有貴婦感耶 有貴婦感耶 那是什麼啊 我只要挺直 我就開始呕血 但是那個是 那個是很像那個 就積在裡面 他 我後來去照了X光 他說裡面是一個大的水球 然後一半都是水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就不得不去開刀 妳必須面對 我就必須要去開刀 我為了一個該凍的刀 等了兩年 可以這麼說吧 對 然後後來我去了以後 本來醫生是跟我說 那個大概小小的口子吧 就是五公分 然後把裡面輕創 結果他們是內視鏡 下去看以後才發現 對 就是因為我是早產 又整片切除啊 對 所以我現在是一個 少了一片肺的女人 這個才不是 這個不是我最感動 這個當然是一個過程 我很難忘的過程 但是就是 在我回來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配了那個 航海王 然後這個客戶我也很感動 我休息了兩個多月 他們就等我兩個多月 他們就說等你回來 我們再錄 那所以我後來開刀好了 然後我才繼續錄 航海王 那因為航海王要吼嘛 要叫嘛 對啊 對 那時候我們都是 很怕耽誤我的同事 因為我還沒有試過 吼叫 那結果我一進去 第一次開口喊 我們衝啊 又吐血了 沒有啊 我們衝啊 又吐血了 屏幕都是血 對 然後當下那個其他的配音員 哥哥姐姐們 就是為我鼓掌 他們就停下來了 然後就說 重獲新生啊 因為他們說我的聲音沒有變 然後 一樣非常的洪亮 對 就是當下就很感動 你知道嗎 真的有那種 跟你整組的同事 生命共同體喔 對 就是會覺得 尖管只是用聲音在表演 但是大家 還是會有一個同仇敵開的 對 生命共同體的感覺 他們當下給我 就是很大的鼓勵 會覺得 我好像 我又活過來一次那種感覺 因為那個時候去開刀的時候 你不知道你未來會怎麼樣 對 你有可能就 傷到喉嚨了 你有可能就不能配音了 對啊 每個工作都有它的甘苦 我們今天從配音這邊來揭露 也不錯 讓大家知道的這 三百六十行的每一行 都它的值得大書特書 可歌可氣的地方 是 那今天我們來玩一回戲 抽到什麼演什麼 你要迅速的喔 迅速 好 來 他要抽到的 他抽到的角 看到小就很好表演啦 小屁孩 小屁孩是你抽到的角色 但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表現 來 好 來 什麼樣的小屁孩呢 還有題數喔 這好難喔 還有台詞喔 一到十 請選一個數字 那就六 六 這是小屁孩 一個哭泣的小屁孩 所說的台詞 準備 請 容不容得下品妾 是娘娘的嫉妒 能不能讓娘娘容下 是品妾的本事 好害羞喔 屁孩 屁孩哭也很正常常被打嘛 對 屁孩一定會被打的 對 對不對 然後要說的後宮徵環 真的才吃 真是不容易 對啊 這很精神分裂耶 我可以再聽一次好不好 我就幫我聽 再次 我也想再聽一次 來 預備 你也可以改喔 讓你重新詮釋到 你會怎麼配喔 好 來 準備 預備 開始 容不容得下品妾 是娘娘的嫉妒 能不能讓娘娘容下 是品妾的本事 有點不認輸的感覺 不認輸 不一樣了 有服輸的感覺 我喜歡這個版本 我喜歡這個版本 即使哭泣也不服輸 好棒... 沒錯 來... 好 雄人的人 我是淡出這個配音圈 記憶生疏 我會已經揭曉 你要演的角色是 貴 貴 好適合喔 來...請充個語氣吧 那她的聲音演老貴婦應該可以 老貴婦 對不對 大宅門的白奶奶 有變性過的貴婦 大宅門的白奶奶 來囉 什麼樣的語氣 什麼語氣呢 結巴的貴婦 結巴的貴婦 好難... 結巴的貴婦 台詞 請收 請收題目 一到十號 一到十沒有六號 還是二號 也二啊 二號 把二號題目 結巴的貴婦 結巴的貴婦 什麼也順口六 結巴的貴婦 結巴的貴婦 好難喔 結巴 貴婦喔 太衝突了 請開始 自古英雄誰無始 熟能大便不用指 若君不用衛生紙 除非你是用手指 好難喔 這什麼啊 這好難喔 我可以請他們 其中一個人來試一次 結巴貴婦 結巴的貴婦 結巴的貴婦 你們一定都有在揣摩 對不對 換你了 預備 開始 自古英雄 英雄誰無始 熟能大便不用指 若君不用衛生紙 除非你是用手指 有了 有規制感耶 有 這個才是嗎 我那個是什麼 好強喔 所以我是不是覺得 他沒辦法表現什麼 那你再重新抽一 我可以 我覺得我表現還可以 差強人意而已 對 我覺得這個收尾是對的 不對 我兄弟都出來了 我學弟也出來了 好 對不對 先看你抽什麼角色 好 我幫你開 來 好精采喔 好緊張喔 三十七年的資歷 抽到的角色是 精靈 精靈通常是抽到這樣的 你會什麼感覺 精靈有分很多種 有那種很可愛的小精靈 也有那種怪怪的精靈 很古怪的 也有非常 也非常狠 也有老的精靈 也有兇狠的 對 每一種都有 那你抽抽看語氣來 好 包完了 肩什麼 肩酸 酸 酷薄 好難 一到十題 那我就 還是五號囉 五號啊 來 五號題 冷笑 肩酸 柯薄 然後講成冷笑話 進來喔 請開始 曹操至孟德 劉備至玄德 五百呢 五百至心德 好壞喔 有肩酸 有沒有肩酸 有肩酸耶 還是很溫暖 只覺得這個 我覺得有肩酸 我覺得他反而是比較 桌霞的個性 對 有一點 沒有那麼的肩酸 因為他 被你聽出來了 你這麼溫柔 溫良恭儉讓的 要讓你演肩酸 刻薄 那那種 對 女神配音釋天來 這人配音鬼劍草 我跟很多位藝人合作過 有的時候是很開心的 因為有些人很會表現 誰是你覺得 非常喜出望外的 我覺得張君寧 還有隨唐 真的是好生動喔 比如我們配音員配不出來 那我也是想問哪些是 要錄很久的啊 一天十個小時 可能錄不到 一分鐘的戲 很痛苦 太酷了 好精采喔 這就是配音的精靈 好不好 這一位 無庸置疑 而且非常無可取代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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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 像現在這麼多這種 國際的大動畫 他們都會指定一些藝人 來做他們的中文配音 主要角色都被這些藝人拿走 可是他們不一定有配音的經驗 你們有沒有覺得哪些角色 其實你覺得更適合拿下的 這個不好講吧 不能講是不是 其實我身為很多動畫片的 聲音導演 我跟很多位藝人合作過 有的時候是很開心的 因為有些人很會表現 他會表現出配音員 不一樣的語氣 跟表現方式 那有些我們是真的是 焦頭爛額 一天十個小時 可能錄不到一分鐘的戲 那動畫得也太美 對 我們常常 只因為片商指定了他 來當中文的主角配音 因為我們在決定的時候 會有三個人來試音 三個人試音之後送到國外 不管是夢工廠 或是Sony或是華納 他們會從這三個藝人當中 選出一個聲音 可是往往選出的 並不見得是很適合的 可能是他比較有宣傳的話題 OK 對 所以我們在錄的時候 一部電影大概錄 兩個禮拜左右 有的時候我們就錄得很開心 有的時候我們就每個人 都愁眉苦臉 因為進度就會非常的慢 而且可能達不到 我們預期要的那個效果 但這種情形不常見 不是 你們不知道 那種時候就是林班 要一遍一遍的演給他聽 所以他配一句林班 配了幾百次 對 我記得有一次那個 馬達加斯加 我們找了郭子前的兒子 因為想說大獅子跟小獅子 最好是父子一起 那那個小獅子他 因為爸爸被抓走 他就一直叫爸爸爸爸 可是小朋友沒有配音的經驗 所以我就要一直示範說 爸爸 然後小朋友就 結果我那天下午我已經啞了 我叫了幾百次爸爸 我爸爸在家都聽到我叫他 就叫了幾百次 結果後來我們還是把它錄下來 我就跟陸醫師說 我不管你怎麼調 我不管你怎麼弄 你就從這些爸爸當中 幫我選出幾個適合的 也是有很艱難的啦 對 會有很多 因為配音的聲音表情 跟那個角色的個性 形狀 然後你的聲線的調整 還有故事的發展 還有很多的 因為情節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的起伏 對 還有好多細節 對 所以有表演經驗 有沒有表演經驗 在配音上面差別很辣 好 那我就問在你 指導過的這些藝人當中 沒有過配音經驗的藝人當中 誰是你覺得非常喜出望外的 我覺得張君甯 還有隨唐 蔻乃欣 像大悶鍋的那幾位演員 他們就很有自己的想法 像唐從聖 從從 他就跟我說 我覺得這一句喔 如果換個方式來講 或是我加點用唱腔 好像會更好 像剛剛晨晨前面 一開始有示範你配音的 你的動作立刻就出來了 我覺得那是演員跟主持人 他們與眾不同的地方 他得天獨厚的地方 因為你會帶動你的語氣 真的是好生動喔 比如我們配音員配不出來 因為我們喜歡表演 對 那個表演很重要 你的問題算解決了沒有 算解決了 不然我也是想問 哪些是要錄很久的啊 不能講 不能講吧 對不對 好 配音員不僅用聲音 陪伴了每個人的成長光音 也在我們的日常是無所不在 他們透過聲音巧妙的變化 刻畫出角色的個性跟輪廓 注入獨一無二的靈魂 替影片增添了豐富的色彩 造就許多筷智人口的作品 期待他們的未來 繼續用多元的聲音魅力 帶給觀眾華麗的聽覺饗宴 OK 再次謝謝你 謝謝 女王大人 我們下次再見 See you 拜拜 謝謝